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华尔街 我是主播黄仁杰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海南官方出面降温 赛马商业登记临时喊咖 韩国LG集团会长剧本冒病是 养子聚光膜接棒公司 俄国海上核电厂启航 环保团体P核子版泰坦尼克 随需翻墙滑脸书 中国仍成为脸书第二大广告主市场 英国哈利王子迎娶梅根 世纪婚礼登场 接着带您看到今日的亚洲股市 随着中美贸易战开打 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市场的紧张情绪消退 日经225指数今早清为开高7点后 升破23000点 呃成升最多120点 高见230050点 全日收升72点或0.3% 报23002点 首稳23000大关 连升3日 美元兑日元报111.34 创4个月走高 台股今日走强 攻上10900点 由台积电领军平盖三王 高价股 今日都数走强 盘中指数大涨超过百点 攻上10900点 涨幅超过1% 占回五日线 延续520行情 收在10966.2点 上涨135点或1.25% 香港恒生指数 今日高报31464点 最后收在31289.92点 上涨242.01点或0.78% 首尔综合指数 今日开在2464.07点 收盘在2465.57点 上涨4.62点或0.2% 澳洲AXX指数 今天则是下跌的 开盘在6190.9点 中盘一度上升至6200.8点 最后收报6190.2点 下跌0.7或0.01% 接下来带您看到 今天的财经热化 中美贸易战停火声明 说空话 中国副总理刘鹤 日前奔赴美国展开贸易协商 中美双方在19日 发布联合声明 宣布停止两国的贸易战 与报复性关税 让外界暂时松了一口气 声明指出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贸易逆差 为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和促进高品质的经济发展 中方将大量增加 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美国经济成长 和提升就业 但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具体数字 美国先前曾经要求 削减两国贸易逆差 2000亿美元 而针对美国一直以来 诟病中国窃取核心技术 与智慧财产的中心案 也没有在声明中见到踪影 只表示 两国将加强在保护智慧财产方面的合作 中国将推进有关的法律修改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官家 肯尼迪指出 此联合声明过于模糊 也不具约束力 如果美国最终决定放弃智慧财产权调查 有关的报复关税行动 中国将在此贸易战中获得巨大胜利 国际油价大涨 农民连带遭殃 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8日 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 同时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 导致国际油价直线上涨 外界分析 原油的最大出口国伊朗 若是未来出口受挫 将连带影响亚洲 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原油出口 布伦特原油其货价格 上周一度突破每桶80美元 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 美国银行先前也曾经预估 由于委内瑞拉油产崩溃 和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威胁 布伦特油价每年可能涨破 每桶100美元的价格 美国 俄罗斯 巴西到欧洲的农业获利 都因此下滑 也正值股物价格下挫 在美国 石油约占农民总成本的5% 美国农民目前的收入 仅是2013年的一半 高涨的油价又再度压低获利 大量种植作物造成玉米 小麦 黄豆等主食价格下滑 农作物在种植 收成 运输到市场等过程 都需要用到柴油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指出 美国农夫今年预估将花费152.5亿美元 在燃料与石油上 金额交去年高了8% 物价指数上涨 企业面临成本转嫁消费者 美国失业率17年来首次低于4% 工资正在缓慢上涨 消费者开始把钱花在衣服、家具和汽车上 与此同时劳动力运输和产品成本的上涨 正在压缩企业的获利率 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感受到美国经济健康的压力 根据联总会最受青睐的通膨衡量指数 PCE指数经过多年的低迷后 3月的物价格较前一年上涨1.9% 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得较前一年上涨2.1% 而工艺商的物价上涨更是多达2.6% 亚马逊已经将Prime会员年费调升20% 而Netflix去年底将月费调涨上涨10% 油价在上周冲破三年来最高达到一桶80美元 油漆、化工、消费品和包装食品企业 都依赖原油来生产和包装他们的产品 航空公司、卡车、运输和铁路公司需要运输燃料 这些成本都有可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钢铁和铝价也在上涨 金宝汤周五表示 预计这两个金属的价格增幅将达到两位数 过去金宝汤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 但亚马逊、沃尔玛、克罗格和其他大型杂货商 和零售通路之间的激烈竞争下 都不太敢逃涨价格 而是变相的缩减利润 下一则新闻带您看到 欧盟新各资法商路引发性商机 欧盟通用资料保护法规将在25日正式生效 欧盟制定严格的新资料保护法令 要求许多业者为此推动成本高昂的改变 也因此在欧洲催生科技业的顾问新商机 新的法规将取代欧盟28国隐私权相关法规 未来一旦业者违反隐私权规定 将严加重惩罚 过去的惩罚金额仅具象征意义 未来业者可能面临几十亿欧元的罚款 最高可达到业者4%的全球营收 隐私科技公司提供了工具与服务 包括搜集用户同意后的个资 处理用户资料 并帮助业者制作内部的数据整合 根据欧盟的新法规 未来业者若想使用用户个资 必须明确获得用户同意 万一用户在个资外泄 必须在72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 用户也有权查看哪些个资遭到业者使用 也可以删除部分资料 而专家也警告 由于隐私科技产品属于新兴产业 缺乏成仇的数据管理系统 也可能在搜集数据时就已经触犯新法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海南赛马话题引发热议 而赛马也是作为国家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自公布以来各路的投资商纷纷远远于世 近日海南省的职能部门 对赛马项目也更加强控管 海南省工商行销管理局发布 海南省工商行销管理局 关于站不受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 含有赛马等字样登记申请的紧急通知 各级登记机关站不受理市场主体名称 和经营范围中包含了赛马 跑马场马会等字样的设立登记 和申请将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 含赛马跑马场马会等字样的变更登记 海南十大研究中心主任刘峰 针对这个现象声称 海南此时暂停赛马字样的工商登记 有助于防止企业投资者跑马圈地 更可以避免潜赚资源的现况再次发生 也有利规范产业健康及永续发展的必要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吴康伟 准利报道 俄罗斯历史九年 耗费四亿八千万美元的巨资 打造全球首座的海上浮动型核电厂 罗莫诺索夫院士号 在十九日正式对外展示 未来会前往俄罗斯最北端的城市佩伟克 取代当地的核电厂 这项计划同时遭到环保人士批评为 核子版的泰坦尼克号 俄罗斯国营核能公司打造的 世界首座海上核电厂 罗莫诺索夫院士号 已经在四月底离开港口 正式启航 目的地是拥有十万人口的 俄罗斯最北方城市佩伟克 将取代当地已经长达 四十四年历史的核电厂与燃煤电厂 除了提供民生用电 也可能供应俄国的海上钻油平台 预进2019年夏天会开始发电 罗莫诺索夫院士号的建造负责人表示 这座海上核电厂将可以供应 二十万人的用电需求 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 适可使用这样的发电厂模式 罗莫诺索夫院士号将在2019年夏天 前往俄罗斯最北部的佩伟克港口 距离北极圈只有350公里远 目前已经在航程中 从圣彼得堡造船厂让博船拖行 经过波罗的海到达莫曼斯克 补充核能燃料 之后再横跃整个俄罗斯的距离 才能抵达佩伟克 对环保团体 及北冰洋周边国家而言 海上核电厂不是一个喜讯 绿色和平组织批评 俄罗斯应该吸取 32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教训 国际社会应该对这艘核电站 进行严密关注 不但有可能排放核废料 带来海洋和空气的污染 如果遭到恐怖攻击 还要承担被破坏的风险 而且未来进入北极圈 如果翻覆的话 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绿色和平组织甚至指出 浮动核电厂是核能泰坦尼克号 能源势力每个国家都头痛了难题 除了希望供应充足 更要兼顾环境保育 俄罗斯的海上核电厂 如果不幸发生事故 这样的风险恐怕是全球承担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 韩国第四大财团LG集团会长 居本茂今天辞世享年13岁 据报道指出 居本茂这一年来 接受多次的脑部手术 最近病情恶化住院治疗 但仍然医治无效取释 根据居本茂的医院 葬礼将以非公开的方式 重建举行 富比士富豪排行榜 居本茂排第17 身家19亿美元 由于居本茂健康恶化 LG公司上周才任命 居本茂杨子40岁的聚光魔 出任LG公司的董事 加速推动LG创办家族接班计划 当时LG未说明 居本茂健康状况 经表示 病魔传身 限制他的行使职责 居本茂在罹患脑流之后 已将LG集团管理工作 交给包蒂 而聚光魔 原本也是 居本茂包蒂的儿子 2004年 才由居本茂收养 并进入LG 担任电子资讯 显示器事业的副总裁 华尔街电视新闻 记者 吴康伟 整理报导 有研究数据指出 尽管在中国需要翻墙 才能连上脸书 但中国已经成为脸书的第二大广告主市场 年近账约50亿美元 分析指出 这主要源自于中国企业日益增加的海外扩张需求 根据华尔街建文指出 专注于大数据和第三方平台的美国云计算业者 必为托公布研究数据 脸书全球广告营收的10% 大约50亿美金都来自中国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脸书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广告主市场 研究分析师魏瑟预计 2018年中国广告商将在脸书 继续投放50亿美元的广告 甚至更多 将来投放的趋势还会持续 魏瑟说 大多数人认为广告主投放广告 是为了向本国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因此觉得中国广告商 也只是为了针对中国用户 但实际上 中国广告主在脸书投放广告 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用户 而是面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这主要源自于中国企业日益成长的海外扩张需求 这些企业的主力军 像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网路公司 以及包含华为小米等手机制造商 魏瑟认为对脸书来说 这意味着公司拥有比预期更大的全球市场 但另一方面来看 由于脸书近期的数据泄露事件 造成用户对隐私安全的担忧 加上该公司所在行业的准入门槛 其实并不高 脸书在基于广告营收的这一个商业模式上 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这里报道 穿着米白色的西装展现绅士笑容 亲切的和民众握手寒暄 他是英国皇室第六顺位的继承人哈利王子 而今天将是他的大喜之日 哈利与未婚妻梅根将在温莎城堡护许终身 当早晨的太阳升过温莎城堡时 英国民众早已聚集在外 更有许多皇室爱好者搭仗过夜 为的就是目睹这场世纪婚礼 三五分钟非常好 我睡觉很冷 我冷冻凑了 我胃口疼了 我只想要去睡 你会应该要花钱吗 哦哦哦哦哦 英国哈利王子即将迎娶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 这庄英美联姻相当受到全球矚目 距离婚礼倒数计时 婚纱城堡内的布置已经准备就绪 等待宾客稍后抵达 不过梅根的父亲却因为健康因素 而无法出席婚礼 因此到时候将由他的准公公 也就是英国王厨查尔斯王子 陪他走婚礼红毯 婚礼仪式将透过电视转播 让全球数以亿计的民众 共同见证这桩颠覆传统的盛大典礼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焦点 面对美国议员抗议 刘鹤学当年朱镕基 彭博社记者周二发推文称 美国国会议员见到刘鹤后 透露出如下信息 一 刘鹤称此行目的是 倾听美方担忧的问题 也表示认识到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 中兴问题没有被提出 三 刘鹤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也没说有什么问题 是中方绝对不能妥协的谈判禁区 四 国会两党态度一致 向中方表达抗议并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 面对卢比奥等多位国会参众议员的质疑和批评 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兴公司的调子 再度强硬起来 16日他连续发推 除了一如既往的评判 媒体造谣和惹是生非外 更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说 自己并没有放过中兴 对处理中兴这个问题上 什么新情况都没有发生过 另外 中美贸易谈判上 美国也没有妥协 实际上 美国也没有什么可让步的地方 反而是年复一年 占美国便宜的中国 大有可让步之处 另外川普还指出 美方的谈判清单已经开出 非常详细 而中方的清单还没能见到 过去几天 国会议员们对川普 黄轰乱炸 指责他 只是稍不尽快让中兴 恢复业务的表态 是出尔反尔 荒唐和不严肃的 甚至有违美国司法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严肃批评川普 放松禁令的决定 认为放过中兴 会使这家公司 更加容易监控美国人 国会的情报委员会成员 民主党众议员亚当·西夫 也公开指责川普放松中兴 是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国的重情报单位都曾警告 中兴的科技与手机 对我国网络安全 可造成重大的威胁 比起担心中国损失的工作机会 川普你更应该在意的是 美国的国家安全吧 美国最高反谍报官员 威廉·艾文尼娜 昨天在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上 更是指出 中兴渗透美国市场 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这些指责 加上媒体的渲染 重重压力之下 川普也只能推特上 漂白自己了 川普在推特上称 中兴只跟更大的贸易协议有关 且北京在贸易方面 给了华盛顿很多东西 川普在推特上说 我们还未见到中国的要求 而中国的要求在美国前几届政府 很差的谈判中应该不多 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给的 因为多年已经付出了很多 中国有很多东西要给 中兴因违反美国禁令 而受到七年内禁止 采用美国零件与技术生产产品的制裁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对中兴的制裁 使其陷入困境 至此导致近8万名员工的中兴 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在北京的美中贸易问题首轮谈判结束后 并无透露有化解迹象 因此川普在推文中松口 确实令外界大感意外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解除对中兴的禁令 或许有助缓和危及 危及美国农业出口的贸易战 为换取川普解除禁令 中国或许会撤销 为报复美国钢铝关税 打算对猪肉人参科征的关税 中国一旦对美国农产品科征关税 会让川普和面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 相当头疼 因为乡村选民和支持共和党的红州 可能受创最深 美国有线新闻网页分析指出 川普也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继续与美国合作 对金正恩施压 毕竟川普6月12日 就要与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 川普以前就说过 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大忙 他愿意放中国一马 中兴事件凸显 美国与中国两大经济体 依然交缠颇深 尽管彼此之间紧张不断升高 中国企业依然依赖美国科技 美国科技公司也有大量产品 受网中国 利伯维尔厂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西瑟斯认为 川普将为突然软化对中政策 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他分析 若美中达成协议减缓中兴违规的严重性 短期内会降低贸易战的可能性 但长期来说可能让美国处于不利地位 中兴禁受令 显然是川普政府对中国最强硬的行动 一旦软化 中国何必要再相信美国是真的会下重手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 兰普顿和其他专家预期 中国代表团会在华府做出部分让步 包括放松汽车进口关税 开放服务市场 及其他能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行动 但没人预期北京当局会按照川普政府 部分官员的想法 放弃关键产业的补贴 与市场保护等工业政策 兰普顿表示 接下来的观察重点是川普政府 打算接受哪些条件 在哪些情况下 会认为美国赢了这场角力 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中美接近就中兴通讯问题达成协议 中兴通讯可能或暂时暂缓制裁 作为交换 中国将取消对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的关税 还将减少美国半导体公司高通在中国 拟收购恩质浦半导体在交易审批中的阻碍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今天的华尔街人物 要带您来看韩国LG集团第三代领导人 剧本帽 韩国第四大财团乐金集团LG会长剧本帽 在与病魔搏斗一年之后 在20号去世 享受73岁 他领导乐金集团超过20年 不仅致力提升集团的电子产品跟化学企业的竞争力 更成功领导这个韩国在地集团转型成为全球品牌 从手机、家电到电视跟音响 几乎生活中的3C产品都可以看到LG的影子 乐金集团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会长剧本帽功不可没 剧本帽是乐金集团创始人、聚人会的孙子 同时也是这个集团的第三代领导人 剧本帽毕业于韩国名校岩氏大学 之后到美国俄亥俄州留学 就读于爱许兰大学 1975年毕业之后回到韩国 进入当时名为Lucky Corp的集团化学子公司任职 他先后在集团内的销售、出口 以及商业策略等部门任职 汲取丰富经验 1989年他也升职为集团副会长 准备全面接班 1995年 剧本帽从退休的父亲手上 接下了LG会长一职 他上任之后提出了正道经营跟超一流LG的经营理念 制定了企业伦理规范 并提出飞越2005的愿景规划 同时他也积极推动加强技术开发跟推进世界化的经营改革 剧本帽任内不断极力拓展集团原本的强项、电子以及化学产品 同时也积极地开拓新商机 包括电信、汽车零件、显示器、能源以及生计在内的领域 在剧本帽的领导之下 乐金集团改变企业品牌 从乐喜、金星改名为乐金 也就是LG 提升集团在海外的品牌信誉 1990年代后期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韩国政府主导企业整顿 将当时乐金的半导体事业卖给现代 然而就在乐金集团发展如日中天之际 剧本帽却传出罹患脑肿瘤的噩耗 2017年开始 他多次进行手术 并在近期病情恶化 住院治疗 最后仍然回天乏术 在20号病室 享受73岁 韩联社引述乐金集团人士的说法报导 剧本帽生前表明不愿接受严密治疗 同时他也希望丧礼一切从简 因此家属将会依照医院举行非公开的家族丧礼 并谢绝外部人士的调业以及划权 剧本帽离世之后 由他一手领导的LG乐金集团将何去何从 引发外界关注 尽管剧本帽育有两个女儿 但根据LG集团的长子即位的家族继承传统 新会长将会由剧本帽的杨子 同时也是LG电子常务 剧光魔出任 剧光魔将在6月29号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被选为董事 正式开启第四代金银时代 据称剧光魔接下会长职务之后 会把子公司的业务交给6名副会长负责 而自己则全新投入新成长的项目 现年40岁的剧光魔 其实是剧本帽包地剧本林的长子 按于LG集团的家族继承传统 剧本帽在亲生儿子车祸去世之后 在2004年领养剧光魔 剧光魔2006年进入LG电子学习企业经营 2007年考入史丹佛大学商学院 但中途休学到戏谷创业一年 之后在乐金集团纽泽西公司 负责电视业务的H1事务本部 以及负责白色家电业务的H&A事业本部工作 2014年聚光魔升任乐金集团经营战略组常务 2018年担任LG电子B2B事业本部 情报显示器部门主管 聚光魔于2009年结婚 目前育有一儿一女 乐金集团内部人士表示 聚光魔为人谦虚朴素 工作确实 但也有批评认为 他在经营方面没有显著的成果 而且担任的职务不高 2014年才升任为常务 40岁的年纪也太轻了 不过聚光魔未来将把心力放在新增长的事业上 包括汽车电子化 人工智慧 物联网 机器人等 都将成为乐金集团未来的着力点 运营超过70年的LG集团 在聚本贸的领导之下 快速成长 走向国际 如今 聚本贸人生谢幕 第四代领导人聚光魔 背负着全集团的期待跟批评 能否继续带领LG在国际发光发热 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华尔街人物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拍摄过许多快智人口的电影 如第五元素 终极杀阵 露西的法国知名导演 吕克贝松 被一名女演员指控 遭到他下药性侵 吕克贝松传出在巴黎饭店内 下药迷奸一名27岁的女演员 被害人在当地时间周五报警 指控吕克贝松在他的饮料里下药 趁他昏迷的时候性侵得逞 女演员进一步表示 他清醒后仍记得遭到性侵的过程 当时吕克贝松已经离开饭店的房间 并且留下了一叠钞票 女演员随即离开酒店 跑到朋友家诉苦 被害女演员叙述经过时 认为他在喝下了一杯茶之后 感觉不适 失去知觉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遭到性侵犯 他也透露他和卢贝松曾经交往约两年 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职场的因素 才会在压力下进行交往的亲密关系 吕克贝松则透过律师否认这项指控 并表示这根本是天马行空 律师马朗贝尔表示 吕克贝松和这名女演员已经认识多年 当他得知这项指控的时候 吓到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但是吕克贝松也表明 从未对当事人做出不当的行为 也断然否认下要迷奸性侵的指控 司法相关人士证实已经接获被害人的性侵指控 而目前巴黎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娱乐星星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老玩 我是主持人等于 我们现在就在Brooklyn Design 我们再来看一个公司它叫Token 非常漂亮 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衣橱 那他们这个公司也建立了11年 所以这个衣橱它用了150个小时来创造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设计吧 我们原本开始是一家製作为其他外面的设计员 我们从那里建立了一个製作系统 我一直在做自己的工作 但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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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製作系统 现在它是一样建立了一个製作系统 So Token has been in this industry for like 11 years now Can you tell me the journey and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is company like the struggles and how does it feel today to be here? Yeah, you know, it's always interesting presenting new work for the first time you know, you kind of like have a confidence about it in your studio and then once you kind of, you know, see it publicly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else so that's, you know, always a nice journey to go through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 production line it'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that's sort of part of the process is to kind of keep innovating within,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you've chosen to use Will,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it? Sure, so this is, you know, like I was saying I pay attention to minimalist painting a lot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a technique that I could use that incorporates minimalist painting into furniture design and what we came up with was using veneer technique to basically like create something that feels like a painting surface but also as a cabinet so, you know, this is as an interior so it's like it's like a painting with an interior so each and every of these pieces is hand painted, right? so actually like it's more like this whole surface has a uniform treatment to it but because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wood that's how we get variation in the color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世界的脑丸 我是主持人德宜 我们现在就在Brooklyn Design 那我们这家店呢是叫Green Point Hill 非常特别 因为它有一个一系列兔子的ceramines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作品吧 我曾经在 Greenpoint 过去十年年过去 我也是一个艺术艺术 我家人找到这一位小小小小的地方 我找到了设计的地方 我开始用它作为一个宿舍 我发现我们的地方有很多权子 所以我感觉到这一位是一种设计 很確實我需要開建藉上一種藝廉藝藝藝藝 我開始创造官式採集了幾位 conc Farc 我們曾經üş引启興障礼的地方 I think that a lot of us are working with older motifs and bringing them into the modern so you know whether it's using or making these forms that are looking sort of like ancient Greek vases and giving them a modern spin or I'm working with these porcelain rabbits that are replicas from the 1920s, I think that's a lot of what we're doing here. 一半年以後,你覺得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struggles嗎? 它很難,它很難開業在 New York 有很多競爭, 政策是有點瘋狂的 過去一半年以後 人們都不想花很多錢 但每個人來到 Greenpoint Hill 都會笑著他們的臉 所以它們做得很值得 它們都很瘋狂 能夠帶來一點人生命 然後慢慢來我們開始賣一點點更多的 金田是非常美麗 我愛它是粉紅,它被刺到我的眼睛 可以告訴我更多關於這個畫面嗎 當然,這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藝術藝藝藝藝藝藝 他們拿出一些詞子從猛獄的畫面 他們是非常有趣的 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趣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 他真的開始出現了一點點更多的 在 New York,我們是很期待他 這就是藝術的藝術 它是很可愛的 這是一個藝術系列嗎 對,這是一個藝術系列 我已經在工作了幾年 我已經拍攝了 Jag是我畫面的藝術范子 that belonged to my grandmother ��� pretending她來我離開對著她 她是靠製在於藝術的藝術 and was always very intrigued by this rabbit and so I started investigating it through my artwork and this recent series of casting it in porcelain also connects me to my grandmother because she used to make cast figurines down in her basement when I was growing up and so the process of making and remaking this rabbit really feels like I am following in her footsteps and exploring it in a new direction so each of them is I can see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they have the different colors like how do you decide yes so what I do is I cast them in porcelain and rather than keeping them pristine porcelain like they would be in their original form like the Rosenthal rabbits I do a pit firing which is a very primal firing practice that you do in like the backyard and a pit in the ground and you put in all different types of natural organic materials and colorants and so you never know how it's going to come out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surprise that comes up with the variation Alright thank you so much Kim 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是街上 sitcom玩 我是主持人Dang 还記得上一次我帶你們去 Art Expo嗎 那今天我又帶你們來另外一個藝術展 今天不是在馬哈頓 而是在 Brooklyn Museum 就是在我的身后非常的漂亮 他们这个museum是在1897年建立的 所以带有120年的历史的 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个设计展 它就是叫 Brooklyn Design 在2003年当他们建立这个展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振兴Brooklyn的经济 和鼓励在这里的设计师而建造这个平台 包括许许多多的新锐设计师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 具有的Brooklyn设计特点的作品 作为New York City Times Design的合作伙伴 他们目前成为纽约市的最热的展会 那今天让我带你们去看看 不同的设计版跟回起来 Let's go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设计展里面 我们就来走一圈看看 它带给我们什么好东西咯 我们都来走一圈后 好玩的 这什么东西是真正的 分 birth 感到美金 整裹的美賣 用 Türkiye Board 也就是钱来到 Brooklyn 人们都会工作 每一次一个人购买的东西 他们支撑一个家庭 他们支撑一个家庭 和一个家庭屋 和一个郊DP的房间 所以花更多钱 也就是帮助人们的工作 那么它们已经15年 当时已经有一次的 接触了这些年轻松 现在和现在 首先它们是 感谢主持人的品牌 现在我们移动的秘密 那些秘密的秘密 就是说它是明显了我们这些地方 在 Brooklyn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影响了 在 Brooklyn的考古典 看到了这种秘密的秘密 移动从不同居住的不同居住 然后继续在这里 在 Brooklyn Museum I believe it's reached its pinnacle in term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how and putting it in a place, a proper place to reflect how refined our design community has and how successful it's become and I mean that success in terms of giving people employment and creating jobs and sending that brand awareness around the world that is what keeps us at the cutting edg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great in this country and in this world so really what are the struggles of establishing this platform is there, if there's any well you know the struggles that we have are really the struggles of the people that make stuff it's hard to do business in New York City no matter what anybody says it's a challenge, rents are high it's difficult to get to and from work loading and unloading trucks the logistics of moving precious metals and high quality wood in and out of the city it's just hard to make a go of it here but I think that that challenge is what makes these businesses so successful and really that's why we have the best designers is because it's a struggle to do work here but when they do succeed it means they've made it in New York City and in Brooklyn which means they can make it anywhere so as we were talking just now you were saying how this is your last day how does it feel to walk in and see all this amazing design? well I said in my goodbye message today I could imagine no other place than I would rather spend my last days on the job than here surrounded by all the things that make Brooklyn great in the museum that I love next to the place where I got married so this is really my home it always will be and I would be no other place than right here right now what is the vision then for this Brooklyn Design Show? very simply to get people to be aware of urban manufacturing in Brooklyn support those manufacturers and give those manufacturers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products to a global audience that wouldn't otherwise be able to see all of them in one place so we went and watched and watched it was really great I feel like I was inspired by just like we saw Hannah Fink just like she's three small steps she can come to this show just like she's showing her work this is a very good start so this show is not only for those wow your company has been 11 or 30 years even if your company is 3 months you can also show your work to the public if you like this video you can subscribe to our website on our YouTube channel like my Twitter follow me and like my channel and we'll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欢迎各位观众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黄仁杰 我们再会 期待 啊 都有